第十三題 某大樓一樓店面的瓦斯管線發生氣爆 假設當時地面無風 則此爆炸聲最先傳到下列何處 我們看到了選項A 他說我們離48的爆炸地點一樓的真空實驗室 我們知道真空是不可以傳聲的 所以他會聽不到我們的爆炸聲 所以A是錯的 那麼選項豬他離了20公尺遠 他比較遠 所以他也應該比較晚聽到 所以豬也不用選他 那麼剩下選項B跟C 那我們曉得一般而言 我們說傳聲的快慢是固態大於液態大於氣態 那我們看到這個在正上方15公尺高的大樓外的窗戶 起些清潔源外窗清潔源 他是靠空氣傳聲 他的速度比較慢 而在下方的地下停車場的地上 地上側碎的流浪汗 他是靠固體傳聲 所以他的傳聲的速度應該會比較快 所以我們就發現C的傳聲比較快 B的傳聲比較慢 所以我們第13題的答案要選的是C 在事發地鐵正下方15公尺深的地下鐵場 地上側碎的流浪汗 這就是我們第13題的答案 電視 deter 谢谢大家